好 我們繼續看 另外一個批譯是 炎伏提大海的批譯 就大海的批譯 他說就好像這個世界 一切的河流都吸附大海 其大海最為第一 他講最根本 最高 最上 最主要 最中心 其實都講的就是 你所有的修行 最終都要匯歸到無常無我 如果你不管是什麼修行 最終你沒有匯歸到無常無我 都不是真實利益 其實是講這個道理 就是說不管你是修什麼法門 大聖 小聖 密誠 是什麼宗派 禪宗 禁途宗 律宗 如果你最終沒有匯歸到無常無我來 那麼這些都不是 能夠得到佛教的真實利益 其實在講這個道理 所以他舉了很多世間常見的 告訴你根本是什麼 最主要的是什麼 最上的是什麼 最終是什麼 都在講這個 這批 他說不管是什麼水 河水 哪一條河的水 淡水 鹹水 不管是什麼水 最後 終歸大海 其大海的最為第一 西涉涉故 就涉涉所有的大海 那麼你所有的修行 不管是戒 不管是定 不管是會 不管是信 不管是什麼 就是 你所有的修行 不管是念注釋 正前五根五律 七絕之八正道 正見正思為正义正業 不管你觀心徒長 觀受釋苦 觀生不敬 就是你最後一定要回到無常無我 根本是無我 最後一定要回到無我上 那如果沒有 那你可能就會偏掉了 如是無常想 修習都修習 能斷一切 欲愛色愛無色愛 調舉慢無名 那麼一樣 那麼 每一條河 當作是你的道路 你的修行的道路 那麼你不管修什麼 就算你慈戒 那麼 慈到最後 那也是要增長 你的定 定是要增長你的會 會 從 從有肉會到無肉會 那麼無肉會 就是無我的智慧 一樣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如果你慈戒沒有智慧 那麼 或是慈戒沒有定 那基本上都離很遠 這只要喝水 那麼沒有辦法歸到大海 那麼在半路就哭掉了 乾掉了 沒有了 那 第七個譬如 譬如日出 能除一切世間暗明 就好像太陽一出來 不管你幾千年 不管你土地多大 那麼所有的黑暗都會不見 不管黑暗有多久 有多大 有多黑 那麼 這個太陽一出來 這個光線一照 所有的黑暗都不見 不管你過去煩惱有多重 輪迴的時間有多長 我們都是無死截來輪迴 從來沒有解脫過 但是不管你的時間有多長 輪迴有多 就是 這個痛苦有多深 煩惱有多重 有的煩惱很重 有的煩惱沒那麼重 只要 你一震得無我 所有的煩惱根本 都會斷尖 一樣 那你怎麼樣震得無我呢 你要從無常想 就好像光 光一樣 那麼 能夠除一切暗一樣 這裡也是在講 批個批 太陽出來 就能夠消除一切 世間暗明 那麼智慧出來 能夠消除我們的無明 我們說智慧 基本上就四個層次而已 叫做文師修正 那麼正就是無露會 正就是無露會 那佛法是從有露到無露 那麼從有露會到無露會 那這個我們就叫做 這個從 從文字播樂到 觀照播樂 觀照播樂到史相播樂 那如果從另外一個神就講 叫做從文師修到正 從有露到無露 從有露的文師修 多文熏喜 如理思維 法水法行 這一部分叫做文師修 修守成慧 修守成慧正德的時候 那麼就 正德無露了 見法 那麼這個時候就是轉成無露會 無露會圓滿的就是阿羅漢 那圓滿中在更殊勝無上 那個叫做佛 基本上就是這樣 沒有智慧 基本上 世間 世間跟初世間最大的差別在有露跟無露 所以叫做一切形式皆以無違法而有差別 就是在就是在有煩惱跟煩惱的根本斷掉 他不是沒有煩惱 正出國二國三國還有煩惱 但是他根本煩惱沒有 所以世間跟初世間的差別 在有露跟無露 那有露跟無露才能夠 世間是有為有生滅的 那無露就不生不滅的 那麼無為有為是有生滅的 無為涅槃就不生不滅 那麼基本上是從煩惱 有露到無露 那麼斷進一切煩惱 那麼這個就清淨 那佛法 所以很明白的 很明顯的就是 修行的方法絕對離不開 絕對離不開 從有煩惱到沒有煩惱 從有煩惱到沒有煩惱 中間一定是 薄煩惱 少煩惱 那一定是先找煩惱的根本 因為 你煩惱的根本沒有除掉 那麼你即使把那些煩惱不斷的壓壓壓 到最後它還是會漲 時間到了還是漲 那這邊砍掉了 從那邊長出來 那邊 那邊 那邊立訪了 那邊又長出來 所以它要你找煩惱的根本 那煩惱的根本是什麼 我見華愛 就回到這邊了 那你修定 觀呼吸 你觀不近 那麼不管你觀什麼 你觀佛像 觀三十二相 觀百好 觀落日 觀阿彌陀佛 極樂世界的莊嚴 你不管觀什麼 觀到最後一定要是觀無我 真的 其實 禁讀經典裡面也這樣講 也是這樣講 你十六觀裡面 那觀到最後 它還是要跟無常無我相應 那麼如果沒有的話 那基本上 基本上也不能得到佛法的真實利益 所以最主要的還是要觀無我 那無我這裡是強要無常 從無常入無我 但是我們要知道 有些人觀無常 並不一定會得無 那他知道無常 但是他沒有從無常裡面 深系思維 他有所謂不一定得無 那所以 但是佛法的無常觀 那你要觀色受想行事 從五應身心上 好 所以這個是日出的培育 其實光就代表智慧 光就是代表智慧 智慧的強弱 只要有智慧 他就能夠照破無名了 那重點是無肉慧 清淨的智慧 好 那第八個譬喻 是轉輪聖王的譬喻 就是所有的王裡面 轉輪聖王最上最慎 那轉輪聖王的概念 我們的歷史上 還沒有出現過轉輪聖王 我們的歷史上 沒有出現過轉輪聖王 那麼 就是說 轉輪聖王就是這個世界 那當然要看 要看你的所謂 所謂世界指的是什麼 假設說 比如說 淹福提 淹福提指的就是印度 那麼印度統一 那個統一的人就叫做轉輪聖王 那當然就是有 那中國 統一中國的人 比如說秦始皇 比如說隨文帝 那麼那個可以就叫 那個可以就叫做轉輪聖王 但是這個是 也可以某個意義可以這麼講 但是如果要救他轉輪聖王 他是說 比如說這個世界 這個地球 是一個國家 這個地球是一個國家 那最後變成一個國家 那這個國家裡面的這個王 那雖然他是王 但是各個國家還是有他的王 這個叫小王 那有點像聯邦制 我們說這個地球就變成聯邦制 但是有一個負責的人 我們如果假設把他說 這個地球有一個聯合國 聯合起來的國 聯合國的國王 假設這樣 那現在歷史上還沒有這樣的 就是各個還是各個國家 有各個國家的國王 那誰也不一定要聽誰的 但是如果轉輪聖王是 這個地球 這個世界 我們把這個世界叫做這個地球 這個世界有一個王 那麼底下這個世界的哪一方 哪一方 各個也有王 這個叫小王 好 他就說轉輪聖王 於諸小王最上最盛 就是他是所有的王裡面的 最主要的王 我們也可以用道立天來比喻 道立天總共有三十三天 但是其他的三十二天都是小王 那麼以道立天主 中間的這個 中間的這個 就是首都的這個所在地的這個國王為主 就是四體還因 所以四體還因是王中王 類似像這樣 那其他四體還因之外 這個整個道立天還有三十二個 三十二個地方 那麼這三十二個地方都有一個天王 但是天王就是小王 那道立天主四體還因就是大王 基本上是這樣 好 那一樣 他說這麼多的法門裡面 那麼最上最盛的就是什麼 就是無常想 為什麼他最上最盛 因為 無常想人得無我想 這裡是沒有講 但是 前面的就是 就是無常想休息多休息 能得無我想 應該在最前面的 前面的第幾經 我們要看一下 無常想休息多休息 能得無我想 在前面的也不知道第幾經 我們稍微看 我們稍微看一下 看找不到 找不到 那這裡只有講 無常想休息多休息 其實就是 其實 其實無常想不是主要的 是無我想才是主要 重點是無常能建立無我 但是我們說有些人雖然修無常想 也不一定能夠建立無我 我們要說這樣 但是從 無我 基本上都是多關無常來 那你不關無常 能不能建立無我 有些還是可以 直接關無我 不過這裡就是重無常 重無常想 好 我們看 第八個批 轉人聖亡 所以他是最上最盛 其實真的來講 應該是無我想 最上最盛 真實來說 真實來說 那麼但是因為修無常就正無我 所以諸行無常 由諸行無常 知諸法無我 由諸法無我得涅槃其境 這個是阿含經他 他主要的一個次定 所以無常想才是變成是 他是根本 但是重點其實是無我 重點其實是無我 因為能不能得涅槃 是看有沒有動我建 有沒有知道諸法無我 諸法就是 這個一切法 主要是我們的身心無我 主要是這樣 好 那 這個是第八個批 是轉輪聖亡的批 那這個也是最後一個批 若比丘 後面就講 若比丘於空入地 就即盡的處 阿蘭若 或臨數間 森林裡面 善正斯文 佛法前面那個善 善正什麼 就是善巧 你有那個善巧 就是那個智慧 那麼正確的 如理的去思維 那麼觀察 色 無常 受想 形式 無常 那怎麼觀念 你會看身不斷在變化 心不斷 所以我說眼睛閉起來也可以看到無常 就是這個意思 眼睛睜開可以看到 外界的近 跟我們的身體 無常 眼睛閉起來 可以看到 我們的心 不斷 不斷 叉那 叉那 在變 眼睛打開 眼睛閉著 都可以看到無常 其實是可以的 你就觀察色無常 受想形式無常 如是思維 那麼 這樣想 這樣想 那麼 由無常 進入了我 那麼你就斷一切 欲愛 色愛 無色愛 吊舉慢無 當然這個中間還有過程 並不是這樣觀無常就證無 還沒那麼快 證無 就把這個 把這個欲愛色愛無色愛 吊舉慢無名都斷掉了 也沒那麼快 那有些是很快的 那有些沒那麼快 像阿難證了出國之後 那麼 還要過二十幾年 他 至少二十年 他在證阿羅漢 那 最快的大概 如果是最快的大概是佛陀 我們所知道的 但是有些沒有記載我們不知道 那麼 第一個就是 阿諾喬成魯 佛說法沒有多久就證阿諾漢 那其他的四筆就比較慢一點 然後 但是他的快可能還沒有最後的地址 虛巴陀螺快 虛巴陀螺從一個老外道 沒有聽過佛法沒見過佛 沒聽過佛法沒見過佛 佛要入涅槃的差一點見不到聽不到 但是他有那個心 後來 去了沒有多久 佛還沒入涅槃 他就先入涅槃 這個最快 因為時間應該 這個過程應該不會超過十分鐘到二十分鐘 頂多給他半小時好了 因為佛都躺在那裡了 也不可能 佛跟他說法半小時那也不太可能 大概都說 說了大概五分鐘到十分鐘算很長了 那他就證阿羅漢了 從一個老外道 從佛法名相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什麼無我無常不知道 他完全沒有佛法的這種概念 他就是老外道 那麼很用功 在山洞裡面很用功 也很少出來 大概也不太出來 但是聽說佛在居士納入涅槃 所以 要入涅槃了 所以 他應該 因為佛要入涅槃是前三個月就知道了 但是到底走到哪裡入涅槃 可能那個時候還不知道 因為在屁舍禮宣布的 說他多久以後要入涅槃 那就一直走一直走 從屁舍禮走到居士納 那走到居士納的時候 那一天他應該也聽到了 因為到那裡大家都會講 因為那個時候佛陀已經非常有名了 跟他剛成佛的時候不一樣 那個時候佛陀已經鴻法 四十幾年了 那個已經是名滿天下了 所以佛陀在那裡都會去報 那他為什麼那麼晚才來 可能心裡面在想 因為老外道了 他有他的方法 他有他的執著 可是想來想去想來想去 想到佛陀要入涅槃了 他才敢去 我想是這樣 或者是沒有人跟他講 因為他也不太跟人家有接觸 這種老外道有時候 阿蘭弱的 或者是獨住自得 他不太跟人家有接觸 也不太出去 也不太讓人家來 有些是這樣子的 那可能剛好也有人跟他說 不然他也不知道 但是不可能半夜去跟他講 老實講 佛陀要入涅槃之前是中夜是半夜 那應該是白天就有人跟他講 但是他心裡面在思維到底要不要去 我想是這樣 如果我們長情來看 但是他沒有記載 他只是說 後來去了 然後人家不給他進去 如果我是阿納我也不給他進去 佛陀要入涅槃 反正你一個外人你來這裡亂什麼 如果也是佛弟子 或是富此國王的這些大長者 哪有可能你一個外道還讓你進來 但是佛陀知道 就吩咐讓他進來 講了沒多久就正阿羅漢 這個最快了 他也不用從無常祥開始修 他不用從無常祥開始修 沒有多久就正阿羅漢 正阿羅漢 他說我要先佛入涅槃 佛還沒入涅槃 他先入涅槃 那這個 如果我們這樣看起來 大概虛法陀勒是最快的 而且據說他已經一百多歲了 有的說他一百二十歲 就是老修行 也沒有辦法講這麼多批语給他聽了 那個時候是沒有直接講 但是他的善根成熟 他善根成熟 那一般來講 我們相信佛陀去基斯納是 因為他 是因為等他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這裡講 無常祥能建立我想 重點是無我 你不要以為無常就能夠斷煩惱 不是哦 重點是無我 無我才是根本 無常不是根本 但是無常 無常 能夠止無我 主要是這樣 但是有一些人不會關的話 沒有善巧 沒有善正思維 這裡講的善正思維 那麼他的無常 並不能建立無我 其實是這樣 所以聖地子助吾我小 心理我慢 順得涅槃 那麼你有了無我 而且理我慢 我慢就是把 我慢就是把那個最後的 維繫的那個 還有那個 習慣那個我的那種概念去掉 他還不是聚生無明 聚生無明是 因為無上分解是 色灘無色灘 吊舉慢無明 最後那個無明就是聚生無明 就是聚生我子 那麼我們這個 由分別我子而來的 他會有一些習慣 他會有一些習慣 那麼這樣的 這樣的一種 以我為核心的這樣的習慣 那會讓我們 是有 若有若無的 那麼會有那種我子存在 雖然分別我子斷掉了 所以你看 聖劍分別我子斷掉了 他還有貪嗔痴 一樣有貪嗔痴 不過到了這個後面 三果 把這些全部斷掉了 就震阿羅漢了 三果之後 阿羅漢就把這些全部斷掉了 好 那這個是 這個是斷這個 由無常而斷我劍的 那我們 我們可以看一下 前面的 上面 上面那個 於潔式地論在講前一經的這個 支斷項 也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他這裡有講到一些修行的觀念 那也可以用來看 五十二經 五十三經都可以 那五十三經後面也有一些 我們先來看這個上面的支斷項 他說 他說 諸行中一無我理 支者斷者 就是 因為重點是由無常正無我 斷這個我子 他說 大概有三種差別 位於諸行 諸行就是一切有違法 就是世間的一切 能騙了之 諸家也見而未斷著 但是沒有斷我子的 但是他知道一切都是無常的 他知道一切無常 但是他沒有辦法正無我 那這是什麼 他是在一切的 這些一切法中 妄念之行 多分現行 少不妄念 就是常常 常常這個會起煩惱 常常有妄念 我想怎麼樣 我怎樣怎樣怎樣這些 那麼諸家也見 一永斷的 當之 就是 如果你斷了我子 你就大概 比較不會 這裡是多分少分的問題 就比較不會 凡事都 都我想怎麼樣 我感覺怎麼樣 我印象中怎麼樣 我怎麼樣 我怎麼樣 大概就比較不會這樣 這是第一個差別 那麼他說 一諸行雖騙了之 他你也知道無常 諸行無常 無常 你是知道無常 無常 你是知道無常 但是 你就沒有辦法正得無我 所以我們說 無常並不一定就正得無我 但是他可以慢慢趨向無我 是可以的 那麼 就是分別我見還沒斷 身見 撒迦也見就是身見 身見還沒斷的 那他會有什麼現象呢 就是有一些廣大 可愛 多生喜樂 那廣大可愛的事其實就是無欲 色身相畏觸 我喜歡的 我喜歡看的 我喜歡聽的 那麼你會懶著 多生喜樂 斷了這個 身見的 還是會生喜樂 但是少生喜樂 不多生 就是不會 第一個不會那麼重 沒有說一定要 就是愛還有分層次 我喜歡 就是我想要 我很想要 我一定要 我沒有藥會死 我沒有這個會死 這個就還有層次 那麼 所以分別我見得他還有貪 還有慾貪 所以因為有慾貪 所以會來人間七次 最多啦 懶惰懈怠放逆的才七次 如果不懶惰懈怠放逆的 真的出國之後就鎮阿羅漢了 沒有多久就鎮阿羅漢 那 所以他還會有懶惰 還有思念忘戀 會喔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 那像 徐巴陀羅 都不用 都不用一個小時 他就從外到 到阿羅漢了 就出國二國三國 他還不需要什麼 還要七次 一次都不用 那這個是 所以說你 雖然斷分別我見 斷是斷 他 他 依然還有煩惱的 還有這些 還有這些因我 雖然知道無我是知道無我 這個你是說 雖然知道無常是知道無常 我依然還那麼堅固 那麼 雖然知道無我斷了出國的人 無我是斷了是斷了 分別我見斷了 但是 若有若無的那個我 還是會不斷生起 其實是這樣 還是有一點點有些時候不高興 有時候會喜歡有些怎麼樣 所以這個就是差別 我們剛好 用這個來稍微 稍微理解一下 所以他這裡講 一珠大可愛示眾 珠大可愛基本上就是 玉戒來講就是無欲 多生喜樂 一珠下裂不可愛盡 多生有苦 所以這個就是苦受勒受 根成事 赫生畜 然後 醋生壽 壽有苦 有樂 就前面就講這些 好 所以 你就一直在境界裡面起煩惱 你起 你生可愛 生 生憂苦 這個 生喜樂 生憂苦 這個都是煩惱 這個都是煩惱 那他說這個是 生見沒有斷的 那麼 比二境界 這兩種境界就是可愛不可愛的境界 生喜樂的境界跟生憂苦的境界 現在淺著 假設 可愛不可愛盡 現在淺的時候 無綜藝者 喪志不能 戏守正念 旷綜藝者 就是那個沒有放逸的人 有時候境界強了 他都忍不住要喜樂或憂苦 境界太強了 你一直罵我 假設是我 一樣 如果你突然間罵我 我大概不會生氣 如果你一直罵我 我就會生氣了 你忽然間這樣罵我 我大概就是不理你而已 不生氣 我真的不會生氣 但是 當然還要看你罵什麼 罵到有沒有罵到 我很在意 那有些人要看 但是你在意的越多就越有可能 越生氣了 那有些人 什麼都可以罵 你就是不能罵我胖 什麼都可以罵 你就是罵 你不能罵我 沒有教養 反正看他執著點是什麼 那你的執著點越少 你的弱點就越少 那一樣是這樣 那麼 但是那個境界太強的時候 境界太強的時候 那個不放逸的 那個隨時保持正念的 也會失去正念 何況你沒有常常保持正念 那就更不用講了 其實他講這些道理 都是 我們平常 就是 就是都會這樣子的 他就跟你講這樣 所以他說 這個可愛不可愛 進現在前的時候 就境界太強烈了 忽然之間太強烈了 你那一種 你那一種心保持平靜 而且常常在意念正法的人 有時候都會刺去 都會偏去 都還會 那個心忽然 被那個境界太強拉去 那開始就生氣了 開始就貪婪了 類似像這樣 所以善致不能 吸手正念 你生的正念 都會偏掉 這個也很常見 比如說我們常常想 比如說 像念佛的 他有時候會這樣 那你 你關呼吸的 或是你做什麼的 都會這樣 就是說 你比如說你參加佛期 你參加禪期 在那邊關呼吸 那你吸手正念 那忽然之間 有一個大的聲音 或一個味道 你開始忍 忍到最後受不了 下一支相絕 我要換位子 我不要再不要跟這樣 那有些境界太強了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雖然也知道 道理理上之道 事上不行 所以時候要常常訓練 常常訓練 那你不要說 那為什麼會這樣 本來就會這樣 你是發心要去念佛的 你還都還會起妄念 都還會 想到了拉回來 想到了拉回來 那麼 你念佛還簡單一點 那麼你關這個無常的 雖然知道諸行無常 無常的無常 但是 也是要啊 要也是要 那麼 所以這些 這個是我們很常見的 所以我們常常在聽啊 諸行無常 諸法物 知道是知道 但做不到 就在這裡 所以你必須要怎麼樣 他前面就跟你講 你要素素欣喜 要不放育 不放育住 要專注 要專精 要集中力量 要有善巧方便 你要掌握對方法 而且要很用心 很用力 而且要很堅持 這個是三個步驟 真的 第一個就是方法要正確 第二個就是 要盡心盡力 就是要努力 我們叫精進 第三個 就是持續的努力 大概就是這樣 那你 這一段期間 就是大概 有些看幾年 不一定 有些人快的話 像虛把托勒很快 那個是因為他過去已經休息到圓滿 虛把托勒是最快的 有些一天 像舍利佛這一種七天 穆建蓮十五天 穆建蓮七天是專精思維 舍利佛沒有 舍利佛要負責 負責這個佛的大小事 比較沒有辦法 專精 但是他十五天也正阿羅漢 那 那這一些都是 這一些都是以前就有累積戒定會的 但是是有漏的 都已經有累積的 可是也有沒有累積的 他就正阿羅漢 比如說像耶蛇 耶蛇 不是像舍利佛 穆建蓮 三家社 大家社這一種 已經出家了 而且已經是領導者 舍利佛 穆建蓮也是領導者 底下就有很多地址 大家社也是 都得到人家很敬重 三家社那個雖然是外道 是外道 他也有持戒 他也有努力修行 也是出家修行 那也有在家的 像耶蛇 耶蛇跟他四個朋友 五個人是在家人 年輕人 聽到沒有佛 去找佛 沒有多久就拿阿羅漢 都是在家的 那這個還不稀情 他回去找他的 爸爸媽媽 叔叔伯伯 外甥 這些左右鄰居的 五個人回去找了 五十個人來 這些都是鄉下的 這一些 達昌美財 做生意的有沒有的 這些人來 也都正阿羅漢 你看 那所以這種 還是要取決於 你的累積 你要熏悉 不當然熏悉 那不管有沒有 這一生我們不管有沒有正阿羅漢 但是我們這樣熏悉 這樣熏悉 就算沒有 我們來一生 就很快 那當然你這一生用對方法 用功的 用這個方法 持續的用功 用對這個方法 我告訴你 就一定可以 你一定要相信 他就是這樣 如是因如是果的東西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他說 無忠義者 就是沒有放縱 沒有放義的 還不一定能夠 細手正念 境界太強 所以 如果真的遇到境界太強 就離境了 就離境 就想辦法離境 沒有辦法離境 那怎麼辦 比如說你老闆在罵你 你也不能講 你不理他 你就走了 你要等他罵完 那怎麼辦 可是你又聽不下去 這個時候就要學習控制煩惱 那沒有辦法就要理解 就好像我們講的嘛 那身體很癢 可是現在半夜沒有醫生怎麼辦 有醫生要馬上找醫生 可是沒有醫生怎麼辦 就只好自己想辦法 去管他 到底 去觀察他 那麼一樣 可以當然 比如說你罵我 一直罵我 那我就離開了就好了 我不替你罵 不然又起煩惱 可是又離不開的怎麼辦 所以就要學習控制煩惱 那這不能說你控制了 完了回去一直想 一直沒有 你你開始回去之後 沒有境界的時候 沒有境界的時候 就要進行調伏煩惱的後續 但是我們大部分修行不能成功 就是我們控制煩惱了 那境界沒有了 我們就不當他一回事 我們就有一句話 以前我也這樣 後來我想了很久 發現到 我們之所以一直反覆 遇到境界就起煩惱 遇到境界就起煩惱 就是因為當有境界的時候 我們只是控制煩惱 那麼控制完了 他走了之後 我們就算了吧 就算了 我告訴你 你會累積在裡面 沒有辦法算 他會不斷累積 所以下一次再起的時候 你會把前一次的一起算 會這樣 真的 你沒有辦法就算了 我告訴你 真的沒辦法 你算的不是就這樣算的 是下次一起算 所以就會那個煩惱越來越重 所以你一定要進行一個動作 就是 當離境的時候 境界不在陷阱的時候 那種化 那個人不在的時候 你要進行調伏內心的工作 就是 一開始控制煩惱 之後要進行調伏煩惱的過程 要去觀察它 從各個 從緣起 從無常 那麼去觀察 那麼 這樣 漸漸 你發現到你的心 不再執著這件事 那麼 它就是稍微有一點點 它是調伍還沒斷除 當然你如果從這樣去觀察 能夠斷除 能夠斷除我見 那就淋壓了 但是也有可能 但是 基本上就是先調除 調伍到一個階段 那麼下次再來的時候 你不會 你不會夾雜的過去 沒有發作的煩惱一起發作 那就算第二次你再忍 它也是累積而已 累積能量到不能忍的時候 就一次爆發 那個更可怖 那個更恐怖 所以你一定要進行這個動作 就是不斷地清理 不斷地清理 每一次回來都要清理你的內心的煩惱 就算沒有清理乾淨 至少也不會過患那麼大 這個很重要 我們大部分都是 非常生氣 可是我們忍耐 修忍入 算我真死人欠你 行你啦 我們最喜歡講這句話 我告訴你 這樣是不行的 真的 因為第三次你就會講 我真死人是欠你多少 真的有欠多少你 你就會 你就會很不改變哦 那所以這個是 單單這樣是不行的 它稍微有效 但是你不能一直這樣 那這個是我們最習慣的 最習慣用的方法 但是就是說 你一定要還是要從內心煩惱上 那麼去調伏你的內心 你不能只是控制 所以 你看 無放逸者 喪志不能吸收真面 這個是我們最常見的 那何況放逸 所以你沒有常常在關無常的人 我告訴你 那個 那個境界來了 無常跟那個無常 我現在就是 我現在 第一個你不會想那麼多 第二個就是想那個也沒力量 就是想也沒力量 所以重點就在這裡 所以 鼻也鼻耳時 撒迦也見 纏繞其心 就是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 在那個時候進階很強的時候 你 經常想 你這時候你生氣都會喜樂 哇 這個是我喜歡的 哇 這個是我很不喜歡的 哇 這個踏到我的底線 這個是 這個已經是冒犯到我的根本 就開始 都是我 一定跟我有關 一定是這樣 那個叫做 撒迦也見 纏繞其心 我怎麼樣 我怎麼樣 你怎麼可以這樣欺負我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 你怎麼可以這樣什麼我 我都是這樣 撒迦也見 纏繞其心 就是我見我愛 他基本上就這個情態 有筆令心不能接了 就是因為這樣就越來 你 你 你即使知道無常 你那個無常 還是有無我控制的 況且那個無常 慢慢慢慢 越來越淡 越來越淡 那個無常想 也不能建立無我想 沒辦法 你那個無常想 只會讓你怎麼樣 更執著我 你也知道 現在人最常說的嘛 就年輕嘛 年輕不常有嘛 所以要趁著年輕要多晚嘛 他也是無常啊 一樣啊 生年不滿百 常懷千歲優 活得都沒有一百歲 那優力有一千歲 那麼 因為病不常 作常苦越多 這就是夜晚太常了 那怎麼辦 那就趁著夜晚拿著蠟燭去遊玩 何不禀足有 一樣啊 他也是無常啊 他也是無常 那麼很多人有無常的觀念 但是無常 並不一定會建立無我 但是這裡是 你必須觀 身心的無常 而不只是觀世間的無常 你觀世間的無常 你更會執著你身心的什麼樣 的常 其實是這樣 所以這個要了解 所以你看 撒迦也見纏繞其心 就那個 那個我見 我見我愛 就不斷的越來越鞏固 越來越鞏固 這個境界 殊勝的境界 跟不殊勝的境界 就會讓你的 這個叫做撒迦也 分別我見 就越來越鞏固 越來越鞏固 我見我愛 你傷害了我 我討厭你 我恨你 我喜歡你 我一定要你 怎麼樣這些 都是我 那麼前不久我又遇到一個局勢 他因為跟另外一個人有過節 那麼後來導致於他 有了一些憂鬱症 那麼他就想 我一輩子不原諒這個人 你看我一輩子不原諒你 他是為什麼 因為他的印象 他的苦受 他認為都是由他造成的 你看這個不就是撒迦也見纏繞其心 那個很強 我一輩子不原諒你 我一輩子不原諒這個人 那麼心裡面這麼想 那個就是我 我愛 我恨 那麼基本上 如果我們現在有這種心 那要稍微 你從 關這個 我都不是真實的 那麼我愛 我恨 我苦 我樂 哪裡會是真實的 那麼你一開始想 想不明白 一開始想 愛還是愛的要死 恨還是恨的要死 叫做愛之入骨 跟恨之入骨 都是這樣 但是漸漸想 漸漸觀 漸漸觀 慢慢慢慢 你就會發現 不需要這樣 那麼 這個其實就是無常想能見立 無我想 不斷在變化 不斷在變化 所以 那撒迦也見永斷的 就不會這樣 不會發生這些境界 那麼 即使很強的境界來 也不會讓他 他偶爾會纏繞 偶爾 但不會一直纏繞 不會 很快 偶爾會生氣 但不會一直生氣 忽然間境界很強 可能會 還是會有貪 因為他還有貪生吃嘛 所以俄國才薄貪生吃啊 那出國已經知道了 所以他一定進行薄貪生吃的工作 他一定進行薄貪生吃的工作 那 那我們沒有 但是我們現在雖然沒有斷生間 我們也是要進行薄貪生吃的工作 那麼由於這樣 不然沒有貪生吃越來越多 那麼你一定我見越來 我見我愛 我見越來越深 我愛越來越強 那麼煩惱就越來越重 那境界來了 那麼反應就更激烈了 其實是這樣 這個就是一種循環嘛 那你了解了這個道理 你就知道我要在哪裡下手 下手處處在哪裡 入手處處在哪裡 你就知道 那這個叫做善巧 善用其心 善正觀察 其實就是佛法就講這些啊 那麼再往底下看 那他說 又於諸行 撒迦也見未永斷著 那麼這一切事件裡面 那麼這個身見 那麼你雖然觀珠行無常 但是你這個 撒迦也見還沒有斷的 未能於內一切行蹤 就是心所圓的一切境 你還沒有辦法在 就是你還有我見的 我見身見沒有斷的 你還不能在 一切心所圓境裡面 献前安立 就是你的心住在 什麼境界 里有情想 就是 金剛經教說 我像 人像 眾生像 受者像 就是你還沒有 你還沒有建立 我像 就是一般講 無常想能建立 我像 但是 那麼 你還沒有 你還沒有 這個在 一切行無常中 那麼 能夠知道 我 如於 草木葉等外事 就好像 我們後面一起講 他說 撒迦也見以永斷者 當之其相 與彼相尾 意思就是說 你斷了 身見的人 那麼 對於草木生長 那麼樹倒下來 然後衰敗 揮花落葉 這些 都沒有辦法動亂你的心 一切的外界 就是 即使這一切都沒有辦法動亂你的心 何況那一些其他的 就是從這個來講 一切的境界 不能擾動你的心 不能讓你的心 直取擾動 就像我們前面說的 那個 奇眼鏡色 有人把樹 砍走了 拿走了 那你不會 你不會因此 而 憂苦 而煩惱 所以 這個事 已經斷我見 不能斷我見 那 沙姆尼我繼續舉這個批 因為那個不屬於你的 就是 你在這棵樹上 有 無我想 這個不是我的 不是我 我所的 但是 我們在這棵樹上 我想 在我們的身上 在很多 東西上 都有我想 我所想 就這個不一樣 所以 但是你就是在一切境界上 都是這樣 你在一切境界上 在身心上 就像你在這棵樹上的 無我想 其實是這樣 所以 對這個 已經斷我 我的人 對這個 一切的境界 他都不會 直取為 我有的 包括你的身心 那麼 所以 已斷 他這裡在講三種差別 那 當之 富有三種勝利 勝利就是三種功德 就是 你這樣觀之后 會有三種作用功德 永斷 能感 厚 有一切煩惱 就是 把厚 有愛 就是不生了 當你把這些煩惱斷進的時候 把我 把無我 那麼 徹底贈得的時候 阿罗哈 能感 厚 厚 一切煩惱 都能斷 感召 厚 厚 厚的一切煩惱 就是有厚 有愛 就是 你還會再生了 三國都還有 三國還會再生 社界 五不還天 那麼 出國二國 都還會再生 玉劍 玉湯沒有斷嘛 三國色灘 五色灘沒斷 所以還會再生 社界 阿罗哈就不生了 就沒有後有 後面 還有一次生死 兩次生死 十三次 四次到十四次 就沒有這些事 那我們是 幾次 我們沒有辦法算幾次 我們還不知道 我們還看不到邊 還不知道有幾次 那麼二者 比一 不久獲得數年積極 比對之道 就是 知苦斷極修道 他能夠 能夠 這個 就是 第一個 第二個 就永斷 第一個 第一個是 比如說出國 他這個 這個是在講前面的 前面有三種聖者 那麼 這裡是在講他 有三 這三種功德 然後 那么 三者 既作 至義力 既一比到 方便情修 你已經知道怎麼修了 你已經知道方法 那麼你就這樣去修 斷了生死根本 献法樂助 那么由此获得吉安乐助 那么我们用这个不断解释前面的经 还可以解释53这后面的经 好 那大概稍微明白一下 好那再看 那这个后面的于且师弟论 它基本上就是 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但是我们不特别去讲 它基本上就是文师修正 文所成 师所成 修所成 然后再正 有这样叫做修许多修训 大概是这样 就差不多这样想了 从有肉到无肉 从有微到无微 从有学到无学 基本上是这个过程 从有肉到无肉 从有微到无微 从有学到无学 从凡夫到圣人 有肉 到无肉 肉就是烦恼 肉就是烦恼 那有烦恼到无微 中间会经过少烦恼 叫做薄烦恼 少薄 从有微到无微 有生命人到无微 无微就是涅槃 从生死到涅槃 那么无微里面 就是从有学到无学 有学就是已经断生死根本了 但是还没把生死都断掉 出国二国三国叫有学 那么这个是一个从有到无的过程 到无学 无学是正阿罗汉 这个是涅槃 这个是从生死到解脱 这个是从出国到嗜国 这个是从凡夫到圣人 基本上修学佛法是这样子的 从凡夫到圣人 从生死到解脱 从出国到阿罗汉 从从雜染到清净 好 这个五十三经的语解释地论 我们就不讲了 就自己稍微看一下就好 看五十四经 他说有这么一天 佛在齐元金色 这个时候有比丘明滴舍 那么这个滴舍有时候在经典里面 那么他是被佛受计 会堕于恶道的 也有人说他是佛陀的亲戚 就是他的表弟 那么他甚至 也有说他是提伯达多里面 一般来讲就是说 低舍他的形象 并不是那么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是低舍睡觉的 我们先把这段签五看好 因为低舍有时候 因为翻译的问题 有时候翻低沙 是不是就是低舍 那么有时候翻低沙 那应该是同一个人 他说与众多比丘 集于食堂 那与诸比丘言 他说 诸尊 我不分别于法 就是这个低舍跟在大众中这么说 那么我不分别于法就是 我对于佛法不太清楚 于法不能清楚分别 我对于佛所说的法不是很清楚 那么我不乐修犯恨 那么我对于佛教导我们要犯恨清净 那么要离烦恼 那么我也不喜欢 太辛苦了 不乐修犯恨 所以佛陀曾经说 有几个比丘 那么虽然现在坐冷 但是没有多久就会进入二道 第一次是其中一个 那佛陀有讲到有几个 他叫做战出黄末 虽然暂时你看他是人 而且出了家 就是好像是善道 但没有多久就堕入二道 叫战出黄末的 有几个人 那低蛇是其中的一个 就是像低蛇这样的性格的人 虽然暂时得人生 但是很快就失去人生 是这样的一个人 好 我们等一下看 所以你看他讲的话 在那么多人讲 我对佛说的法 可以说不清楚 那我也不想去弄清楚 类似像这样的 那你不分别的法 你就把它弄清楚就好了 他一直以来都不清楚 他也不想去弄清楚 那其实也有很多这样子的 我们一样出家的 他不了解佛法 他也不想去弄清楚 反正他就一天过一天 然后一样追求他的武艺 那么心里面 他想的是跟他 他在家想的事 跟他出家想的事是一样的 就是他出家想的事 跟他在家想的事 也差不多差不多是这样 那他佛法上 反正听听就好 有听也好 没听也好 不听最好 反正就是这样 真的就是有这种 那么他不乐修饭 他多乐睡眠 疑惑疑惑 你看 喜欢睡觉 而且对佛法 有很多不明白的 有疑惑的 但是他也不特别去弄清楚 那么这个时候 大众中有一个比丘 就去到佛那里 就跟佛说 世尊 那么因为这样讲 你会乱人家的道心 你不喜欢你应该残跪 你还尽量好像要表扬自己一样 好像自己这样 很了不起一样 那就怕有一些人会跟他学 所以就这样讲 其实是我们叫做不如法 那么这个有人就去跟佛陀讲 说这个第一种比丘 在吃饭的时候 那么就这样讲 说我不能分别于法 不乐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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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一法 所以佛就 我们把这一段讲完 他说佛就跟他讲 这个第一种比丘 他本来就是一个愚痴的 比较无知的人 烦恼比较重的人 不守根门 就是不会守护六根 那么饮食不知量 初夜后夜 心不觉悟 这个所以后来 后来佛陀有讲 就整理就是说 修行从这个开始 叫做 陈佛之道也有 叫做密乎于根门 饮食之节量 勤修勿于家 依正知而助 基本上就是这个 那么相对的就是难陀 难陀就是 难陀就是 关闭根门 饮食之量 初夜后夜 勤勤修行 正念正知 就是 就是 滴舍 滴舍的另外一个 就是难陀 那么 他讲 我们后面再来讲 但是先把这一段讲完 他说 懒惰懈怠 不情经济 不善观察 思维善法 就是你不会去观这些一切法 你也不去了知这一切法 那么因为佛陀常常有在说法 所以你一定会闻正法 可是你闻了正法 你又不如理思维 又不去实践 又不去修行 那么这一些就对你没有意义 那他知道 他不知道 他自己也知道 他不是很知道 可是他又不去学习 又不去努力 又不去用功 这个是比较麻烦 所以 比于分别法 他说 不善观察思维 比于分别法 心乐修犯 离诸睡眠 于正法中离诸无有之处 就不可能 他不可能有修行的功德 那你要这样才有修行的功德 他不可能有修行的功德 所以若当比丘 守护根本 饮食质量 初业后业 觉悟清净 那么观察上法 乐分别法 乐修犯犯 离语睡眠 心不已法 思有是处 这样的比丘 才有可能得解脱 才有可能得佛法的真实力 他讲这个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好 大家合掌 合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付极于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略举 优优独播 感谢观看